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给你什么最好的礼物 中休节 就是让你的股票能赚涨停 这行情说实还没有量 大家都觉得这个man量很难操作 甚至有人在猜说 礼拜我的量会成为今年的新低量 我说怎么可能的事情 新低量已经看到了 果然尾盘也没有新低量 就是今年的相对低量而已 所以大盘这个地方冲高就有震浪拉回 类股的轮动速度依然非常快速 所以说叫你利用我们的霸王花 最少你看一下记事本 每档股票看起来都一大堆 你怎么选股 大盘就有2400多亿 接着礼拜一再开盘一天又要放假 那我们的邻国韩国跟日本 它是连续假期 所以势币这个量也不会太大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你要掌握 什么个股的轮动 所以请你不要什么股票都一直买 一直套 看到什么涨你就想买它 当然股票 涨的股票它总是会有一个 每个讯后出来的时候 在我们的霸王花的一个操盘三大法则里面 就是现金为王 你现金准备好 等到那个筹码进去的时候 我们会带你买在曙光之前 就是见到曙光 很多人问我说老师 见到曙光的股票很强 我说当然强 因为就是让你看到未来的阳光灿烂 你不用去买在法人 每天在那边吹捧的时候 你才去买进 他常常都没 常常什么 赚没份赔到有份 我们是加减短套一下 包括你看济世本股票 顶多是不会涨 因为大盘没有量 还没轮到 但是一起涨起来都惊死了 你看今天我们大盘本身 有几岛我跟你介绍过的济世本股票 都强到什么 都没有朋友 老师你的股票这么强 太超过了 我们真的是没办法接受 强到都没有朋友 因为只有他最强 每个人都不晓得就是被人家什么 被人家会忌妒 那当然新朋友这个地方欢迎你 你要强到你的股票 怕死人 大家都会怕你 都变成 大家看到你 都没有朋友了 大家看到你都不想跟你讲话 因为只有你会赚钱而已 你要有这种感觉吗 如果想要有这种感觉的话 就是唯我独尊 就是这个地方 欢迎一家 我们的霸王化团队 因为这个地方有个团圆价 欢迎你回来做团圆 那接着这个大盘 我们当然开始讲盘 盘后的大盘 延伸到礼拜要怎么规划 一样选股为重点 虽然未来大盘这个地方 很多股票已经领先 领先大盘 创了一个24416的新高 也创了历史新高 但是很多人还是什么 我喜欢阿嬷 我都没感觉 我都没有感觉 实际上 等到你有感觉的时候 真的 已经 已经没有 这东西 已经都买在高档了 所以你要领先 那怎么领先 就跟了团队一起做领先的动作 就可以了 因为你没有这样东西 你就没有霸王花三大操盘法则 你说那个说实在简单 蛮简单 那是结合我们长期的经验之后 由小威哥帮大家 诚诚的把关 而凸显出 我们霸王花团队的用心 跟重要 所以外面市场上 虽然说强盗都没有朋友了 这是小威哥讲的 我说对啊 我们都强盗都没有朋友 我走路的时候 每个人都说 怎么这么厉害 我怎么股票这样子 如果你想强盗都没有朋友 好 没关系 你的股票强盗什么 都没人可以跟你比吗 那这个地方 当然就是唯我独尊 这就是最开心的事情 那你欢迎一下 加入我们的霸王花团队 因为他党党都飙涨停 来 我们看一看 那大盘是什么 2435亿 这个 大盘加权的地方是 2435亿而已 所以这个地方行情 当然严格来讲 的确是有点不好操作 但这就是一个底部 你自己看嘛 这个地方形态就很明确的 都在这个地方 每次在底部的时候 什么时候量会大的 什么时候量会大 只有在高档的时候量才会爆大 甚至在破底翻的时候 才会爆大量洗盘 那融资在断头 就只有这两个情况 那一般量输到这种程度 这一次是打第二只脚 所以他势必 他上一波已经卖光了 这一次打第二只脚 是在严格说他的大量区到现在 已经6600亿 到现在只剩下2000 减了4000亿已经很大了 所以这个量不是减少三分之一 是减少一倍以上 快两倍了 所以是相当大的量缩 如果急动量出现 那当然什么 近代号角一响 这行情就是你又要追高 所以我不希望你追高 你要领先 好 这个地方你要注意 因为这个大盘 上次涨了快3000点 那这个大盘这个地方 所以说约略什么 这一波 季线现在扣底往下 那所以说这个地方 只要季线站上去 它很容易 很容易 它下弯嘛 那下弯的话 季线站上去之后 就要带量突破之后 这个行情就是要直奔24416 第四季 不只机会很大 你根本连24416 还有很多人跟你讲 到三万点到几万点 你不要看着好了 然后很多外资 买这个买这个买这个 大买大买大买 那你要买什么 你就跟他后面买 你就常用这套 所以我不喜欢做这种动作 季节性的股票你一定要调整 好怎么说 因为每一季都有它特别的股票 就像现在中秋节 当然是柚子是最最最最最中期 所以一样的 你要吃柚子 也只等这个时间 中秋节的时候最最甜美 所以一样第三季 进入第四季的股票 你要把它调整好 调整好之后 你就不怕没有钱赚 而且还有我与你同在与钱同息 因为我们的light 你可以加入当我们的 当我们的花粉 没有关系 当花粉 你也可以有一份 每天有一份 只要你送你的 就是基本自己去 去打开来看 好好的寻宝 党党都是我的宝贝 但是的确 不是每一档 都当天都可以涨停板的 但是我可以数给你看 每一天 基本上 像今天就有两档 Bingo 你应该知道 最后看我笔记者知道 我在跟你讲什么 就两档啊 一然我下 我早上下节目之后 不小心他又涨停板 惠特 6706的惠特 跟什么有关系 一样是CPU概念股 所以接着我们要怎么办呢 一样你要不要霸道横行 要怎么样大盘怎么样 都推也推不倒了 不倒翁 那你就觉得只有你 唯我足尊 所以股票强到都没有朋友 打底完成均线多头排列股票 然后这个地方KD 就会呈现黄金交道 你都知道这是个步骤 那打底完成这个地方 怎么样去规划 那包括你没有钱 怎么大户 让大户在买 你没有现金委 你怎么跟大户 站在同一阵线 所以你不要去追股票 有时候该卖 是为了买更多 每一档股票 你都要做破断 跟你讲 那是不可能的事 不可能的事 你不要去做那不可能的任务 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波段的股票 一两档就可以了 你档档都要爆波段 你会爆成仇 所以你倒不如利用 短线暗的操作 累积一些现金 你就有办法买一些 真的打底完成股票 与大户筹码站在同一线 那等到他的号角 一响之后 爆量之后 他的筹码安定之后 开始就有人会往上拉 那你的股票就是什么 就可以见到曙光 你就可以发觉到很多新闻报告 都会跟你做一个抬交的动作 这就是领先 那当然一档股票 本身你怎么样去了解 不是那表面的本质 你也看到很多股票 利多见报的时候 要不要见光使 要不要利空见报的时候 跟利空出境 说你怎么分别 一定要找未来 会持续成长性的股票 然后你要知道 未来他的成长性 你营收会多少 要有领先人帮你算出来 就像今年本身 8月份营收加了企业 当然 在之前就很抗跌 而且8月营收你要延伸到 9月份营收 你也要去估计 它会非常好 而且季报也将要在这地方 做个投信的做账 这都是你要领先做规划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交给我们的团队 就可以 所以我常跟你讲 这三大法则 实际上说实来简单很简单 那里面难是真的 他以后背后的辛苦 跟那个 那个没搞 实在是一点就通 但那个点就没办法 第一个大底完成的时候 你会怕 没有量 然后常常你在手上股票 因为舍不得 就套牢了 你就没有现金为王 所以没有办法买更多 所以常跟那讲 我们不要贪一 有些钱不是你赚的 任何股票 有赚到10% 20% 30% 你都高兴 就不要去追自己的成本 严控成 那个你的成本的控管 我这样跟你讲是好意 你不管看我的节目也好 或是 你是我的会员 也是一样 如果不小心 你受不了卖掉 你自己领先先卖掉 那就算了吧 哎老师好可惜 我卖掉 那现在不要追回来 别傻了好不好 你股票每一档都用追的回来 你到这个一定是一场空的 我可以找下一档给你 不是说我每天都有下一档 我是为你告诉你股票是轮涨轮动的关系 所以不要急 我的股票强到都已经没有朋友了 真的 没有人可以跟他比 那霸王花党党都是飙涨停的 你也都知道 记事本里面你可以当我见证 从8月7号 我特别拜托小威哥晚上的时候辛苦一点 把资料弄出来 利用我这个霸王花的三大法则 结合之下 他弄出来的一些资料 真的都非常的强势 就像这个亚太 是哪一档股票 那时候是谁救你 在8月6号 每一档股票大家都很凄惨 谁敢砍 亚太的母公司雅光 母与子贵 在今天集团股通通带动了 那亚太那时候 我已经特别告诉你 他还是创了历史新高 他已经创了历史新高 亚太 那亚光呢 当然 他好 亚光一定更好的 那亚太实际上 跟亚光都一样 同属 就是同一个集团 所以集团股这个地方 已经一档接一档 魅力无法党了 那当然目前亚太是涨停板 亚光是没涨停板 但亚太那时候 4974的亚太 你有没有买 那时候我特别有介绍 而且就算涨停板 105.5 你在想想看 既然这个大盘不太好的时候 甚至有跌破21000的时候 你敢不敢去买 买对股 就算短透也没关系 他没有再回到这个地方来 但是有跌很好买 就是因为他会涨 而且就算你说你忘记亚太 我退潮我一直有跟你肯定 亚光的走势 你今天看到亚光 你感觉怎么样 那120已经站上去 难道我没有提醒过你吗 你花粉你有买吗 110以下 你说老师110以下我在等啊 就没有来 我110实际上很难买 而且我不是9月11号跟你讲而已 我早在8月14号的时候 那一波的时候 他涨了一小波就特别刚刚 回到110你要站在买方 等很久 他直接走到133.5 好我特别是不是跟你交代 你要注意 他这档股票今天实际上严格缩赛 已经收在120之上 所以他120之上 只要下礼拜都没有再回来 现在严格缩赛只要115就可以了 这档股票就是准备 随时准备要创新高 所以你有的要怎么样 你有的要续报 那短线如果没有的吗 你说那老师你这样讲 我是不是可以做 对 这是人之常 但是实拿 应该这样说 如果你已经卖在110块 代表你跟他没缘 甚至你卖在110块 或是你没有听我的话 在110块附近的时候 再重新做买金 代表你在下档的时候 你很怕 你现在凭什么追高 我要讲说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如果你很听话 你就持续上听话到这边 你当然一定要续报 因为他不只有机会 而且不小心会不会下个月 就直接突破的133.5 以亚太那个走势 是非常 他是创历史新高 那亚光的历史新高 历史的高点在哪里 那不知道几百年前 那已经好 十年前的是 不知道几百年前 那是有点夸张 他是在380块跌下来的 380块 所以这张股票也是一家好公 叫亚洲光学 当然他现在特别也有接地气 因为他本身也车用电子里面的车载镜头 也算是特斯拉概念股 特斯拉近来也是蛮夯的 也都是涨多一叠的 好 那他还有什么 他还有无人机 光学雷达公司本身也是一档机器人概念股 我想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这档股票的未来 他是不遇其他的高点 这样简单讲 但是的确 官官一定要守住 他什么时候能创新高 这是你最想了解 我就跟你讲说120 他就会创新高 那如果115再来的话 那代表你搞不好有机会 可以买到110以下 那个时候好好把握 那当然目前大盤的这个机会是不太大 因为他指标已经在低档修制到这个地方了 已经完全在低档去的话 那法人也是已经开始反卖为买 所以这档股票 就已经跟大家讲这么清楚 也是送给你一档股票 那我想以这样子的看来 现在进来集团股 母与子贵 亚太涨停板 那母子 子与母贵一样 所以子公司的好也会贡献给母公司 都一样两个两档股票就是 集团股都在都在什么 都开始在发威了 也不止他集团 东元集团的股票也很强 早上也跟你讲过 所以你没发现到 进来集团股真的非常的伶俐 还有接下来你看一下 这都是我们以前跟你讲的 雅光什么地方 而且8月15号 就特别跟你白纸写黑纸钢 最低110块你还是要买 试买拉回 那时它实际上 这边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但是的确也过了 直接慢慢过慢慢过 盘了一下以后直接来到 还创了新高来到13 而且大盘那时8月份多烂 是谁救你 是雅光 而且当个月还涨了快七成 所以这张股票当然不会这样跟你结束掉的 你赢在起跑点 你怎么可能跟你结束 这问题是你要赚多少钱 你要赚三成五成一倍 或是他会不会不小心 会不会创历史新高 当然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大的饼 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 这张股票真的可以让你翻身 跟你讲真的 因为它是很久 悶死你很久了 鲍威配合在亚太的大涨之下 雅光越来越什么 越是什么 越来越一枝独秀 所以你的股票要强到都没有朋友 这样什么 你才可以 才可以 可以 你说强到没有朋友 这什么意思 这是幽默的话 告诉你 就没有人比你更好 没人自己比 当然强到都没有朋友 因为被人家什么 被人家 关起来 紧闭各方面 不是没有朋友了吗 那被关起来好不好 当然是很好 因为代表你很强 那关起来让你不要见朋友 不是吗 所以希望你的股票被关 希望你的股票被没有朋友 大家有希望 因为大家都卖光光 只剩下你啊 就没有朋友了 筹码按定 好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创委 这张股票也是跟你讲很久的 讲很久 竟然我才是告诉你 见到曙光 开始买接 而且它这一次呈现什么 这会看 哎呦 要凹动量出现的 对啊 凹动量代表什么 任何拉回接买点 133以下 今天有133以下 收盘在133以下 这凹动量呢 不要开玩笑 这也是苹果 苹果股啊 苹概股啊 苹概股啊 苹概股的话 什么股票会领先上 因为苹概股很多 有大概100 100颗苹果 就是苹概股大概有 有100档 那里面有些是第一棒 有些第二棒 有些第三棒 有些是完全没机会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希望大家 要多加的 注意我的记事本 包括我们的盘前的规划 那这创委都没话说啊 我们昨天小微哥也跟大家讲 他涨停本来就很合理 今天继续创 创今年新高也是很合理啊 重点是我们有买啊 而且目前还是什么 实际上目前还是三星级的 已经在即 那只是即将走主身 那现在已经正式是三星级的 评分是三星级 代表说 他还有很大的进步光 可以变四星 可以变五星 这机会当然很大 所以股票买在法安问津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漏多多啊 包括现在一二四以上 现在严格说 创了新高之后 当然我们可以等待一下 如果你手上没有的 甚至你已经卖掉 111块已经卖掉 当然最好的买点 是在一二四破一下 一二四这附近 我坦白跟你讲 那你说 凹动量出现的话代表什么 未来他 会再创新高 就是易产上值 但因为三星级的股票 他的操作跟五星级不一样 他筹码要会买会卖 会卖也要会买 这个地方稍微要有点 做价差的操作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 他底部会越跌越高 大概这一波底部应该 垫在120块到124块附近 你把它写来比基本上 但是就像我当初跟你讲 他的最佳买点就是106 所以他短底打沉的位置 所以从这边看出来 这张股票涨个三成是合情合理的 那我们买在111块 不是最低点 所以我买完之后 还有点低点 109、108附近 会员也等了一下 也愿意支持我们 所以他就有钱赚 到现在每一张 每一张都有20块一张 最少你们赚个10% 10% 20% 到昨天涨停板 那个地方 绝对有10%的 我常跟我们会员讲 你股票 我的股票只要涨停板 如果你真的资金不够 你还想先卖一下 让资金活络一下 我就OK的 所以甚至我们昨天会员 也已经有人领先先卖掉 所以你不用急 老师那我今天要不要再买 我们会员也已经有获利了结 所以他的信心非常好 你也不要步步进逼 OK 等我买给你 因为回到111块 不可能 但是回到120块 124块 我会考虑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每天 晚上天天记事本都有 猫腻 也有送资料 8月28这份资料 真的是 说实际上 如果你把它丢到垃圾桶去 那真的太可惜了 今天达新材料 今天9月13号 黑色星期五 它涨停板 大盘没什么量 8249是大家 哎哟 真的是叫好又叫做 那灵光跟光灵 跟 跟东台同一个集团的 也连续不止三支 两支涨停板 灵光已经 第四支涨停板 今天也是收涨停板 那这个才慢慢冒出头来 达新 材料 你说老师那台虹可不可以 台虹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因为它现在 它现在我们上次 有介绍过台虹 但是有股票就有卖油 你们哪有这么多钱啊 每天数涨停板就好了 接着 那今天达新材料也涨停板 之前的4977的重打也很强 你注意我买的价位就好了 那你说老师跌下根本 这不告诉你 总说一句 你本身 要回撤打第二支架买点的时候 我们会在我们的盘前规划里面 告知你 你可以把我的盘前规划 而且我们现在有个团圆价 欢迎你来加入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送你资料是告诉我 我们是有料的团队 不是跟你随便胡说八道的 不是在那边射飞标的 我怎么可能灵光 有四支涨停板出现 所以你可以安心跟着我 这是原相第二 也是机器人概念果 涨停板 涨停板 今天哎呦 光宁也在涨停板 光宁就是他 连续两支涨停板 那灵光今天已经来到50块以上 已经是涨停板 就不用多说了 所以现在 狗屁有准备 不知道跟你说什么 才说什么 准到都没有朋友 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 如果你想要这种感觉的话 请你赶快加入 我们霸王化团队的规划 就对了 那达兴材料 就这样子啊 半岛底材料 本来就是一定要找 包括你也知道 那个黄仁迅都已经跟您讲过 他可能还要在 因为他们的需求相当大 所以只要半岛底材料 一定进入一个高峰期的啊 所以今天总算开低 也没有算开很低啦 187这个地方涨停板 大盘有收缩一个吧 没有吧 所以代表说我们跟你讲的股票也的确 当然没有大涨啦 大盘没有大涨 但是还是收红的 也是恭喜大盘 就是告诉你它不会跌 那这档股票 当然未来持续还是要卖向哦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因为我们给你的股票有个重点 你要注意 我几乎都是买一些上半年业绩 比去年全年营收来的好 那包括下半年还有成长性的股票 包括规划到2025年 你要评估出它的成长性可以延续到明年 这样的股票就是花开富贵的股票 需要你往这个路上去走 要注意它的成长性 那你就可以 你的股票场上就会不小心涨停板 然后配合在它的筹码 现金你有现金 然后在它的现行完成 它的一个大底完成 我就带你大力的进场 就怕你有多少买多少 那达兴科 达兴材料 达兴材料 昨天 他节目上有跟他讲过 包括达兴材料 林威廷老师 也在台股的威士忌 他个人的 个人的YT里面 有特别的介绍过 那也送给我们的粉丝 8月24日他介绍的时候 166块 那8月28日 就等于当天8月27日的晚上 他下节目的时候 又把他送给我们的霸王花团队的花粉 那这样子我们还要证明什么 有图片 又有真相 就有真相了嘛 所以我要跟你讲什么 你自己看要知道 你是我的见证人 好 接着 政绩 你自己看 政文的子宫是政绩 今天是不是涨停板 什么时候 所以我的股票 常常不小心就会涨停板 8月7号的政绩 那是多少钱 应该155块而已 就跟你讲 评分五星级 对不对 那五星级为什么 就会持续创新高 所以每一个股票 急速不一样 你要分解 所以你手上有些股票 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分辨的话 欢迎你 把它拿过来 让我帮你做一个分解 所谓太弱流强 不是叫你把那个三星级的股票 一定要换掉去追悟 你要看他时间 查包 因为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要去做一个 要跟我做个咨询 否则的话 你常常会抓鬼走别 你五星级有一天 也会变 涨多会变四星级 那你怎么办 他创新高持续创新高 有一天他会 会不会有个大跌 一定会的啊 所以不是他一直都涨上去的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规划性 有些钱 你要留给别人赚 如果你想要 党党都赚 党党都跟得上我们的脚步 这个地方 基本都看到 8月7日要送你的政绩到现在 政绩是正文的子公司 也是一样集团股 党党都在发威 到今天都在涨停板 昨天涨停板 昨天涨停板 也是电动车相关概念股 好 那政绩又涨停板 我还要给你什么 所以是不是强到都没有朋友了 好 那这档股票是昨天 9月10日要送给大家的 有看到吗 要加一档会特涨停板 昨天更厉害 可能是我们的花粉也很会抬教 冬油也涨停板 你说老师中的啊你怎么没涨 我不是跟你讲说 有的时候等一下跌台 我希望它多跌一点啊 本来它这档股票就是 还不到四星级 就是三星级的股票 本来就会这种情况 所以我才跟你讲说 三星级的股票 它的每个操作 那你剩下 惠特跟冬油 冬油是谁的子公司 是谁的集团股票 冬元的啊 好啦就这样子啊 所以剩下很多东西 我就不想讲太多了 股票没有涨 你想要买的 当然不小心什么 国外跟惠特跟冬油 一样涨停板 近代我盘前的规划 礼拜一请涨 好就这样子 今天也涨停板 惠特也是送给你 也是涨停板 哎呦 真的是 祭司本真的是很有猫腻 你买了 你只要拿到 你真的会选 有人就中奖啊 说老师我选的就是你的惠特 那也很好啊 今天也赚了不少钱 今天一六一的涨停板 十来块 一天就可以赚 一张十几万 十三万 那十张 一张一万三 十张十三万 那以短线的当天来说的话 那个东西也是马上赚 很开心的事情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 见到曙光股票 系列很多 那我们保留给想赚钱的一些朋友 记住 中秋节已经到了 是要你回来团圆 当然我们吸收你一些在外面 流浪的或亚细亚孤儿 没人理你的不良的 会期跟抠讯 拿回来 我帮你好好的做整理 你会来会大发 赢在起跑点 这行情持续会走到2025年 所以这个地方你不要怕 只是你的股票需要做个条件 要是要什么 有些股票太久了 三个月半年 你可能还没有等到 我们就先换到 等到时间到我们再买 这样可不可以 所以如果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们联络 我们的报王花团队的815 团圆价 直到中秋节 这个方案就结束 而且这个团圆价是 回归给我们的救会员的 报王你有不良会期的 你看看你有几个月的不良会期 我全部帮你吸收 你滑得来 好好的把握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接着我们跟大家讲了 我们的操作法则 除了报王花法则 实际上我们最重要就是 每个人都一样 你要会选股 就能领先市场 赚钱就可以很轻松 好接着最后 这个地方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 也预祝大家周末愉快 815团圆价 欢迎你提早把手续办 08037888 你也看到我们记事本的资料 几乎是党党都有机会飙涨停 那你如果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寻到保的 欢迎你 我的股票都会强到都没有朋友 你的股票朋友太多了 所以你要把那些朋友 那个重量太多了 要什么 要把他 把他减重 了解吗 所以希望你不要跟人家到处那边 就是不要蔡奇亚 就是说有时候股票就是会赚钱 就贤金还是贤金 你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尽量把电话拨通 这团圆价在等你 祝大家周末愉快 下礼拜一 盘前9点之前 希望你让我知道你人在哪里 我跟小薇哥在等你 拜拜 选股操作的过程中 总是追涨沙跌 挑错标的 在股票市场中 我们拒绝继续当韭菜 获利是我们的目标 展示的长庭是我们的期望 告诉你法人资金动向 跟着强势股转一波 让股市霸王花和淮珍 带着您与钱同行 你讨论了 对 真的 对 对